众生苦 不忍圣教宣 一定是为了众生才去说法 绝对不会为世间的名文利养 这是在你心里一定要生起这种觉寿 如果没有这种觉寿 你不是法师 第二个 以法空为作 就是法是不可得的 因为一切众生自己本具 你讲得再好 你也是众生自己就有 听了以后是你 大家都听的是自己心里面的声音 而不是从外面听来的 讲给你再好听的法 不是那个法师有所讲 所以讲法的法师一定要知道 我无法可讲 所以说以法空为作 你做到这个法座上就知道无法可说 如果觉得有法可说 那生傲慢心 生为不可 这就不是法师 第三要批人如一 因为众生根性不同 机缘不同 你给众生讲好心的慈悲心 给他讲 他心里还想 他是不是在汤面图里 为什么那么辛苦还在那里讲 给你讲了那个法 因缘不成熟 或者自己没有发起这种心 不相应 你还在那里 哎呀 这个法师讲的不行 我不听 有些人呢 听了一半跑掉了 有些人在听的过程中 而不恭敬 生起各种我慢 甚至有些人还要考验法师 看看法师懂不懂 以覆盖过来的瓶 以染污的瓶 以漏的瓶 去听法 不得受用 你要忍辱 你不能说 因此你就难过 因此你就生气 所以这三个条件具足了 那你可以当法师了 所以天台讲 法师要具足第一地和世俗地的道理 那么第一地呢 就是初世间法 所以我们讲战教讲的礼 礼记就是第一一点 明治记呢 就是知一切法从因缘生 不是从凡天啊 大自在啊 因缘啊 生出一切法 因缘所生之法 单体即空 通过对因缘法的分析 了解了 我们知道一切法 皆是缘生 无自信 明治记 观行记 就是观察 五庭心 别相念 总相念 乃至四地十六行观 通过各种观照 来达到身心与真理的契合 我想这种观照 讲起来内容很多 我们教材里面有 观行记 五庭心 五庭心也有 别相念也有 总相念也有 是外之两 还有这个内之两呢 是修 暖点人是第一 五庭心 别相念 总相念 这三个 成为外之两位 然后暖点人是第一 这四个位次 修行 四地十六行观 然后再以八人八字的 十六行见到 那见到了 初世间的 不生不灭的 这个涅槃本体 正的涅槃 破除见后 当我们破除见后了 你就是分正经 而暖点人是第一 是相思经 如果我们细讲 我以后在温州那边 也很想建立一个 符合藏教人的修行的方法 也就是建立赞通别源 然后呢 这个也修四肠八定 断除见后 一平平的断 暖点人是第一 就观察四地十六行 那释迦佛都经过十几年 在那里教导大家 我们很多人 在平常学法过程中 没有受用 是因为你对法 没有一个正确的思维 有正确的思维呢 我想肯定有这个因缘 能够受用 有了法的受用 然后慢慢地把我们建后破掉 建后破掉以后 建后是礼上的后 道理上你看到了 比如说刚才说不生不灭 你们看到没有 你如果看到了 在一切行为当中都看到了 体会到了 然后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还不行 就是眼高手低 眼睛看到了 手还没有做到 怎么办呢 那我们要学会 用这种眼睛去做事 观音菩萨你看 牵手牵眼 为什么手牵有个眼呢 他就是用这个眼睛去做事 他见到了所做事情 就以见到的以后的这个事情去做 那么奇怪吧 手上眨眼睛 那我们建后破完以后 施后就是以这些行为 去一点一点的去证得 证得了 在一切事项上都达到了不生不灭 就是四国罗汉 破除八十一品私货 身文秤到此结束 原诀和读诀呢 修十二因缘观 观察十二因缘 追根到底 把无名破除 我直接破除掉 这是中秤 大秤呢 也修六度万行 布施 慈戒 忍辱 但是他修的是四项上的六度 这心里面是无我了 但是呢 他在人世间当中 他必定要有布施的像 慈戒的像 忍辱 精进禅定 乃至波罗 他的波罗 就以空为基础 我所得到空 那这是修菩萨秤 修菩萨秤最后圆满的 这就是分正祭 如果到了究竟祭 四国罗汉 究竟祭的三层无学位 在藏教里面称为究竟 那就是无学以后 见识或断境 那如果继续破这个习气 我们的习惯 不只是四项上的迷惑 那会证得中秤和菩萨秤 然后当我们在 释迦如来那样 菩提树下 视线成佛 这个最终呢 是证得藏六精神的佛陀 视线在娑婆世界成佛 在那末的菩提树下 我们说穿必够衣 就是穿着的是 我们人间的这种衣服 看起来呢 好像也不怎么样 但是呢 它有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世间像 转能生完也有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三十二项也有 但是佛跟它像不一样 这就是有限的 藏教认为有生灭的这种究竟 好 我们上午就简单的把藏教介绍到这里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专专言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记三土谱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敬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